看一下跟台湾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到底吃起来是怎么样的 台湾的这么厉害是不是 有点恶心 超越了我对它的期待 这个味道不会形容 台湾人吃也会觉得它是好吃的 我真的没有吃过 大家好 我是Vicky 我是Nina 我们现在在保定 在我家 在我的地盘上 大家还记不记得妈妈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有做一集影片 就是让妈妈品尝在台湾的 台湾特色的水果 妈妈很多是大开眼镜人 很多没吃过的 这次Vicky来了保定 是不是也要让Vicky尝一尝 我们保定当地特色的水果 看一下跟台湾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有哪些是你没有吃过的 对 没吃过没见过的 肯定是一定要吃 先来两样是台湾有的 台湾有的 但Vicky好奇 到底吃起来是怎么样的 台湾的这么厉害是不是 对 来第一样就是 奶鸡 除了我们保定的特产 也有大陆其他各成分的 我们看到 反正主要是Vicky感兴趣的 对在这边吃到跟在台湾吃到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吧 我们先不说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写在脸上 好不好吃也是因人而异 对对对 其实买这荔枝的时候 我看它的品相不是太好 但你现在握开看的也还行 精明剔透的 嗯有荔枝味 对对对 尝尝 还可以 也挺甜的 其实不错 可能没有到达像玉荷包的等级 但是不错 反正挺甜的啊 你看这个果盒就不一样跟玉荷包的 玉荷包的是瘦肠的 它的籽比较大颗 台湾也有 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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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广西的奶鸡还可以啊 超越了我对它的期待 哦是 本来看着好像不咋地 看着可能觉得它可能会酸 嗯 或者是说打开里面那个肉比较不紧实 诶没有还可以 挺好的还挺好的 还可以还可以 第二样 芒果 芒果 才有什么 哈哈 酸呀 酸呀 你看我想起来了 其实我们在超市看到好几个品种 海特芒果 水仙芒果 还有象牙芒果 我们要吃这个小台芒 应该说这个比较接近 能买回来直接吃的 直接吃的 对对对对 然后它的大小很像台湾的土芒果 但是土芒果 在台湾它不会是黄的 绿的 哦对对对 专业切芒果的 嗯 挺香的 哦芒果的香气 挺嫩 就是对也不错 吃吃看 嗯 比较过熟 你吃这个 还是 但是我觉得也还可以 挺好吃的 我跟你讲 是好吃的 嗯 你如果在台湾买 你也会觉得它是好吃的 嗯 就我们在台湾吃那么多芒果 不然说有比较大肉 叫Q彈 这个也不错 肉也是紧实Q彈 而且有甜度 有香气 嗯 所以吃芒果长大的 给过 你就给过 台湾人吃也会觉得它是好吃的 当然就是台湾有最强的艾文 那没办法比是吧 对 下样 李子 这种是红李子 之前买的是大连产的 哦 跟你讲其实平常在台湾 什么首饰 哪李子要这样的 哪李子的首饰 就是 这样的 你紧着你 说平常在台湾 我其实不太爱买李子 是因为我老觉得它酸 或者大部分你买到 它都是酸的 尤其皮那块特别酸 对 我其实也不太爱吃李子 但是那天在大舅家吃 那个大舅买的李子 我觉得挺好吃的 黄的 挺甜的 是吧 对 四川的 这是大连的 哦 很水 很多水分 是 这些 哇 微酸 微微 一点点 水分很多 对 水分很多 香气也不错 嗯 皮还是酸 所以我没吃 皮咬一咬还是酸的 但是营养都在皮里面 农药也在皮上面 这李子不错 水分多 嗯 可以啊 品质都不赖 这个肉咬下去 爆汁的那种感觉 我要咬一个爆汁的感觉 哎呀 低汤了 好多手 有点恶心 还好 挺好吃的 挺好吃 这样才有点恶心 好吧 给过不给过 过过过 过过 OK 可以 大连里子 挺好吃的 接下来这个是一组 这个是 我们当地的水果桃子 宝丁这边盛产桃 在台湾就两种 一种水蜜桃 一种是表面比较光滑的 像油桃那样 就是水果店比较常见的 那个妮娜在台湾这么多年 她就说 我在你们这就没有吃过 像我们那那么 那么好吃的桃 的确我们出去买 但是 没有买到妮娜心目中 就是 宝丁这边产的 那个 这种水准 口感的桃子 对 其实我是挺喜欢吃桃的 尤其我们家 那时候我妈都 经常让我们拿桃当饭吃 就说你少吃点饭没事 你多吃点桃 因为一是盛产 二是真的很好吃 一开始我刚去台湾的时候 在水果行 摘到桃 我说我吃桃 行行 我买 我来吃了一次 就平常不买 大部分买到都不好吃 所以这次回来 我就跟Ricky说 我说你这次来 刚好赶上夏天 你一定得尝尝我们那的桃 今天我们在超市 我们买了五种桃 还有其他的 还有好几种 就是想说我们品尝不完 品尝不完了 先选五种 对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 先是最普通的 最近几天吃最多的 仙桃 它是有毛的 有一层薄薄的毛在上面 然后刚刚我们已经都洗干净了 可以直接吃 哇 好多水分 看看里面的肉 好多水 保定名场 其实这个我在这边 已经吃好几天了 而且街上路边 也都卖桃 哇哦 买桃子 这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 就是我没有看过这样的 超级水 你知道吗 就是软软的口感 它咬下去吧 它其实不是脆桃 不是 真的是超juicy的 下一个 下一个 大屁股桃 啥呀 人家这叫 它咽雪茅桃 我们在超市看的时候 这一区这个桃特别漂亮 这个比较硬 听着脆度 但是颜色是非常的漂亮啊 粉粉的 来吧 试试这个 咽雪茅桃 这个就是脆的口感 嗯 但是脆的口感 它也好吃 而且我感觉这个甜度比较低 嗯 就不如我们平常吃那个鲜桃更甜 然后这两个 是从来没有在台湾见过 虽然它是桃的颜色 但没有看过它扁扁的样子 其实很像是 赤子被压扁一点的感觉 没见过 觉得很新鲜 然后也很好奇 这种形状桃就叫 潘桃 潘桃啊 就是西游记里边 孙悟空上 王母娘娘寿臣 潘桃 艳桃的潘桃 就是这个 哦 这个你可以直接啃着吃就行了 嗯 吃饱了 哈哈哈哈 哦 这比较甜 这比较甜 就比那个什么 漂亮的桃还好吃 你说那个 验血茅桃 茅桃 对是茅的 这桃好多啊 各种种类的 还有两个黄色的呢 吃桃吃到薄 这些桃都是我们宝定产 嗯 就只不过是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线 比如说有顺平的 还有哪呢这样子 而且你知道吗 吃桃多还对眼睛好 真的 嗯 因为它里边含的维生素A 还有眼黄素比较多 哦 还有那天刚到宝定的时候 妈妈给你吃的那个杏 在台湾也比较少看到 那个也好吃 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比较小的桃子 结果它叫杏 跟桃一样都对眼睛好 嗯 但我们平常不可能吃到这么多桃啊 或者是馅儿 所以我们日常保养都用 Vegicare的叶黄素 Vegicare烤素吸精亮软胶囊 让我们维持水润 舒适 它有全方位 all-in-one 持一种精亮顶雕成分 重点 Vegicare的所有品项都是纯素的 所以对如素的朋友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里面添加了枣油 也适合素食者取代鱼油 补充DHA和EPA 它切开以后是红色的 是因为它除了叶黄素以外 还添加了超高含量的虾红素 不光是我们俩 妈妈也是每天都抱着手机看很久 所以我们这次回来 除了帮妈妈准备她爱喝的 Vegicare豌豆波丁奶昔以外 不会我爱喝 你老实也爱喝 好喝呗 好喝 哎呀 好喝 也帮妈妈准备了好几盒叶黄素 一天只要两颗 就可以很好的达到保养作用 让妈妈好好保养啊 但是这个保健食品 它不是马上吃就能马上有感觉 一定要持续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你才会有一些体验 对对对 所以推荐给长时间使用3C 或者是爱学习的朋友 相关资讯我们放在资讯栏和置顶留言了 广告结束 我接着来吃桃了 对还有几个没吃呢 这种攀桃形状的 除了这种普通的红攀桃 还有黄攀桃 那黄攀桃又有分 油攀桃还是毛攀桃 油攀桃就没有毛的表皮 光亮光亮的 光亮光亮的 毛攀桃就摸起来毛融融的 好吧 原来尝尝看看有东西不一样 其实说实话黄的攀桃我也很少吃 来吧 这是毛的 其实闻起来都是一个桃味 对 就吃桃都不喜欢吃皮 这比较酸 但是水分很多 果肉真的有点酸 果肉也不错 黄龙攀有点酸 试试这个油攀吧 这是黄油攀 脆脆的感觉 好像柿子 好像柿子 这桃味就没那么重 这比较酸 酸酸的感觉 酸酸的 它也不是特别酸 但它跟红的桃味比起来 确实有点酸 然后蒙着眼 给我吃这个 我以为你给我理一下 剩下的几样 就是基本上Ricky 在台湾是没有见过的 跟大家分享看看 说不定有的朋友 有吃过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Ricky已经尝过了 是想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个很好吃 然后最近晚上 我妈也是每天都切点瓜 吃这个 就是拿水果当凉菜的那种感觉 甜瓜是吧 我们这边叫甜瓜 但是它学名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叫法 哦 很好吃 很好吃 看着就很好吃 就说这个籽呢 可以吃可以不吃 但是妈妈很喜欢吃这个籽 所以我们给它留下来 其实吧 就跟台湾的香瓜看起来的感觉是差不多 但是它这个口感吧 更水一点 更绵 对 更绵一点 台湾吃的甜瓜或香瓜吃起来是比较脆口的 这皮是可削可不削 但是最近妈妈晚上给我们吃这个 它皮又有削味 觉得 削了皮比较好吃是吧 对对对对 噔 嗯 这第一口咬下去的瞬间是脆 再来是棉 水果的香气就喷出来了 嗯 就是香瓜 很像香瓜的香气 牙口不好的吃也没有问题 嗯嗯 特别好咬 一口接一口 妈妈每次切一大盘 吃完饭就顺便把那盘都扫掉了 嗯 如果大家来大陆玩 看到这种类似的水果非常好 倒数第二样这个叫羊姑娘是吧 我们这叫羊姑娘 然后签上 签上是写姑娘果 姑娘果 嗯 这个是云南产的 云南产的 这样很像一个小灯笼的感觉 对对对对 是不是又叫什么灯笼果啊 我不确定 但我们这大街上卖的都是说叫羊姑娘 羊姑娘 这个是好几年前冬天的时候 你第一次来保定的时候 对 有吃过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特别 可以给观众看一下 它就是 对这个吃的时候就是把它皮剥开 直接吃了 对就是这样 它有一个奶油的那种味 你不知道为什么 很极个 这个味道不会形容 这个香味就是没吃过的那种感觉 它皮吧 有点接近韵女番茄 或圣女番茄的那种口感 皮是那样 可是它里边的鲜 但是里面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对 你这个好吃 一个接一个 嗯 小小的你就一个一个一个 而且它不会太甜 不是你吃两口 你就抠的话 口感特别好 最后一个 台湾真没见过 没见过 我也没吃过 这个叫羊梅 就是之前我跟Ricky说 台湾的那个羊梅 我们叫人参果 我说羊梅是另一个东西 我说没有啊 这就是羊梅 可是在我们这儿 这才是羊梅 嗯 吃之前呢 不用拌三拜 好好好 要先洗一下 哈哈哈 那天我们去那个乐乐家 表弟家 替媳妇还说 听说周杰伦什么 在大陆做节目的时候 有人工作人员给他准备了一盒 这个 他吃了以后就吃上瘾了 对 来咱们这台湾小哥哥也尝一尝 这个颜色比较顺 哈哈哈 你先尝吧 看起来有点酸哦 酸甜酸甜 它口感很好 水分很多 它里面就这样一根一根的 我觉得有点像柚子 果肉那种丝状的感觉 有有有像 透亮透亮的 酸酸甜甜的 我真的没有吃过 它这个酸度适中 不会太酸 然后吃完以后 里面也是一个小小的果壳这样 这感觉是非常好的饭后水果 不错不错 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嗯 吃吃看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最特别的我觉得就是这个 羊梅跟那个羊姑娘 桃是因为它形状不同 嗯 味道你都吃过 但是你们这的桃真的是好吃 嗯 就来保定 夏天 尤其夏天啦 一定要吃这边的桃子 各种桃 各种桃 记得加入Vegicare官方LINE 或到官网有更多详细资讯哦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水果了啊 没有没有 那 那还有一个 那厨房找到的 是吧 拿着 一 二 三 拿着 鸡蛋 像 那 那个 那个 那 那个 那个 een 那 那 那个 那